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在长途车里面是用那个木头椅子 木头凳子坐了 坐了四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去那个林青 林青那地方呢 比较有名气的是纺织 他有出那个棉 出那个纺织厂 出那个就纺织品 那有朋友在那儿 结果去那儿去了 那可受老罪了 就是说那地方比较穷 比较落后 那如果林青比较落后 他是讲 通常说三四线 我不知道他是属于中国讲的三四线城市 是不是更落后 那个地方是真 当然现在肯定不一样了 但是他反映出这个地域 就是中国很讲究这种地域的差别 对吧 地区的差别 那北京呢 北京就是北京的 那很拽 上海就是上海 很拽 那到了林青呢 他可能 你比如说在山东呢 就是济南 德州 等到了林青 济南 德州 青岛 这是一类的城市 可能到了林青呢 估计连烟台都不够了 我是打这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城市里面 那他的火葬系统 他的这个殡仪馆系统 基本上是瘫痪的话 他代表着整个疫情在全中国的东部地区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三大平原地区 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跟长江中下游平原 那整个在他的平原地区 在他的人口主要聚集地 我有细节目跟大家解释了 就是汉人聚集的地方 中原聚集的地方 表明他的扩散程度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染的问题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传染的问题 它是一个爆发的概念 那因为这个时间如果是传染的话 时间上来不及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在推特上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12月19号 在浙江台州出现那个降与鹅毛的羽毛 鸟的羽毛的故事 对吧 这里提醒朋友 我今天又看到一个 但那个东西是假的 说天空降鹅毛 那个东西是假的 那个东西呢 就是现在有人做假东西 他当然是反共的 反共造假的 我们个人一直不太 我个人一直持疑问 因为社交媒体 你要给人真实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真实的东西的话 那在时间的背景之下是完蛋了 那当时12月19号 我跟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在台州 浙江的台州 那习近平在浙江出来 那出现这东西 对应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铁板图 那现在看 后来我们节目 到22号 23号 我们说怎么19号死那么多人 死那么多有名的人 那看来现在是对应 我当时说的是说 习近平在某一个层面上 就是应对铁板图的 那个预言当中的说法 习近平已经死了 他已经撞山而死了 这是我们来说 但是那今天的人们 对这种信仰差 所以这是延续过来 这是从12月19号延续到今天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 它不是人们以为的传染问题 它是应对了在神的概念 温神的概念 去应对了他习近平的愿望 习近平12月7号 随着江泽民死亡之后 那他就全解封了 他一解封 那温神出手 就让他认为 他该收编的人 就给他染疫了 染疫的速度 是不能这么传递方式染疫的 他根本不是 所以速度太超然了 创造了三年来的 疫情的大奇迹 所以我个人坚持认为 应对的其实是神的某面 对真正的中国下 对这个中共国下手了 也就是说将把中共国灭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是一般人的评论就会说 三四线城市都已经出现了这种 三四线城市都出现了类似状况 这是在南充 南充用集装箱做殡仪馆 那南充也是很显然 他的城市级别低 那都反映出 在小城市 本来他的承载量就低 但是呢 只要他一报上来 他就没招了 这是在南充 我们看到的 用这个集装箱做殡仪馆 那这是在南充 那南充去排队 那报道人也提到说 说明三四线城市都已经瘫痪了 但是在南充很显然 他的经济状况要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甭管是殡仪车也好 还是用的这种大腕也好 但你可以看到 他的整体经济水平还OK 那他的经济水平 肯定超过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林青 山东的林青和南充 和这个我们刚才看到 另外一个城市 但是呢 如果他是三四线城市的话 那林青 山东的林青可能就更低 位置更低 你看起来土包子似的 但是呢 死人却一样 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要知道这一次瘟疫的来临 就是这一次真正的瘟疫的出现 它是来自于微观 微观呢 也就是来自于瘟神的 他操控的一面 也就是在你的身体 就像很多人身体有疹子 对不对 那稍微潮湿的地方容易出疹子 就啪就瞬间出了 一出大家都出 就是他是这么来的 他不是通常科学上讲的 传染病的概念 有一人发了一段东西 说是宋丹丹 说宋丹丹家里老人病危 交救护车叫不了 名人家也没有救护车 这个殡葬特权这些都没有 那这个不是个 这个不是一个 我们从疫情开始之后 我们看到的故事 是完全能够兑现的 不同的人 不同有名的人 他们都提到 叫救护车 打120没有用 打1235也没有用 大概就是这么个说法 那一直到了 后来白费了 结果就都死了 这是我们通常看到 但宋丹丹呢 因为他的名声大 对不对 宋丹丹的名声大 那他所展现出来的故事呢 他说他住在朝阳 那我们并不知道 宋丹丹是否住在朝阳 我听了这段东西 那这段东西呢 在我个人听起来 我觉得我个人有点怀疑 不认为是宋丹丹 他的说话的口吻呢 有点像 但我不认为是宋丹丹 但是呢 他所冲击到故事 这段故事 就是今天 北京城状况 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反映出 对比当中呢 他反映出呢 民俗老百姓的一种心态 他很民俗 你说你让他反政府 反共 他谈不上 他更多的是一种抱怨 抱怨当中 包含着内在的真实的 内在的现状 这是真的 所以 那我个人想说呢 在推特上 在所有社交媒体当中 假东西太多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好处的 因为今天需要的是真相 那真相的一切 用假的东西 去营造氛围 增长人们的仇恨 你要知道 你再怎么仇恨 你恨不过共产党 共产党本身 它是魔鬼来的 魔鬼就是以仇恨的方式 达到了一个顶点 所以当你用仇恨的方式 营造仇恨的方式 去面对这一份东西的时候 那并不是说它不对 不是说不对 但是从帮助人们 从人们在这种 复杂的环境中的 觉醒的概念当中呢 你做不到 因为恨的本来 就是萨旦魔鬼 萨旦魔鬼是以仇恨的方式 以妒忌的方式出现的 所以不能够更大范围的 是人们真正知道真相 当然这是我个人理解的 所以这是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处 当然有些朋友会认为 它终归产生作用 对共产党仇恨 又何尝不是呢 那么看在中国的社会中 其实对共产党仇恨 几乎是99.9%都是对共产党仇恨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有能力去反对它 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人死的背景之下 人们只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心态 期待着别人站出去 去对抗共产党 而不是自己站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生命品质 这是一个绝对不好的生命品质 这是共产党本身的 在给中国人洗脑之后的一种品质的表现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 对共产党仇恨 说实际你做好各项准备放牌 车放就放了 现在要买不到 老人现在从早晨7点钟开始 我们现在表现全都了 我理解您说的情况 然后一直打120 一直打您等等排队 您现在已经排到70多了 我的妈呀 我们还能等时间 怎么等啊这70多 我不是冲您那什么 我就觉得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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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有个人 我也急 我理解 我们朝阳区开之后了 相对风台 相对西 人家都派 都发小药包到家里 对吧 相对海天 人家已经有应急措施了 咱们没有 咱们朝阳什么都没有 咱们其实也在改善 但是确实是 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 在体现着 像我们的话 每天接触 我已经做一星期 回这个电话了 1234 投诉120的电话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确实比 比两三天之前都要强 您说排了半天队 确实老人情况 比较危险的 说实话 之前排一天队也有 我不能说这样是对的 是有道理的 只是说它这个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这个情况确实也在改善 只不过还没有达到 咱们 没有能实质地 应急的预案没做好 这是有问题的 在这上肯定是失误 对 政策的层面 我方便说什么 您知道 跟您说 我说的 您上网上去搜索 现在120 花高价随便就可以找到 我不知道这些人 都是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现在2232 现在死人 那没有了 然后5000块钱 随便可以拉 现在120 我们已经早上找了三个了 都可以拉 1000到1300 要人民币 不要微信转账 这个随便就可以拉 但是 现在唯一的是什么 我们25000 我们为老人都可以花 但是 我们没法发在哪 只有一个司机 只有一个司机 没有大夫 没有护士 所以我们为什么 着急就是盘星 要盘月亮 要这个120 是因为有护士 因为老人这个重症 这个时候最怕的是 在车上出危险 对吧 可是现在哪来的 120 我们从您这 从大家知道的 情况 意见我们都会汇报 可能有些决策 从我们不太了解 或者是什么的 但我们也尽量做好 自己手边的工作 能反费的 我们收集到的也 必须要反费 您现在插着在乘手了 现在 这个领导是 这当官员都干什么呢 不为了每天干什么呢 对 所以因为我这段 我觉得 做来这些工作 其实你们很难 就跟过去似的 这些大白们都不容易 为什么 他们也是精分的 上面干什么呢 谢谢您的理解 真的 上面做好 然后他们打的疫苗是什么 咱们打的是什么 然后那会儿 逼着老人打疫苗 打完疫苗给发钱 对吧 给各种优惠券 现在死的全是老人 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哪有这样的呀 对 快手 哟 他这段话应该 就说 从我个人听起来 应该不是宋丹丹 但他里面 确实讲了一些故事 你比如说 120的司机自己拉私活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说实话 这可不是今天 才开始拉私活 谁有着机会 都会这么干 在今天的中共国社会中 那他赶上了 他就这么干 所以他里面就讲说了 你拉可以 只有司机没有医生啊 对不对 没有医生 没有护士 老人死在那怎么办 然后他出的价码 大概13000 1500 价码听起来呢 我不知道该说 这价码是高呢 这价码是低 说句心里话 我不知道这价码是高呢 这价码是低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当然他又提到说 老人都打疫苗 人家说打疫苗还给钱 所以大家都打去了 今天怎么出了这状况 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没错 这是一个巨大疑问 在海外同样是巨大疑问 人们是人们没办法 我们节目中中都没办法谈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故事 所以这是我们也一再跟大家讲述了 你不用去抄袭什么海外国外的概念 天下乌鸦一般黑 左派的跟共产党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里面再另外一个就谈到 谈到所谓政策的问题 接电话那个人说政策我们就不好讨论 没错 所以讲话的人发出这种怨气的人 其实呢讲了半天他说不到根上 大家都没有看明白 今天习近平就这么做的 中共上层就这么做的 要把所有人都养了 如果要把所有人都养了 能让你去能够方便的找到120吗 大家想明白了吗